刚毕业年薪20万做互联网产品经历到底有多挣钱 然后杨哥之前是在一家刚毕业的时候是在一家非常顶尖的一家地产公司 后面又去到一家头部的前十这样一家互联网公司 后边又进入了一家基本上是前三的这样一家互联网公司 所以今天我就跟杨哥来好好聊一下 看他是怎样达到这样一个奇迹般的这样一个职业经历的跃升的 接下来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待遇的问题 那么杨哥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公司做产品经理这样一个岗位 那么杨哥你对这个行业应该也应该也都有所了解 就是做产品经理这个岗位的话 如果说能进到前十或者前二十这样一个可能待遇不一样 他们分别待遇是什么情况 可能对于刚毕业的就是说不同的一个公司 以及不同的岗位它之间是有一个差距的 其实像互联网公司它的整体收入不只是单单的一个月薪那么简单 还根据你的一个还要看你的联中奖 以及整个的一些可能的潜在的一些股份激励 期权激励等等也相关 如果而且不同的部门的一个它的联中奖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说这块的话其实是一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普遍刚毕业的一个产品经理 它普遍的一个月的年薪水准是在15到25万之间 这是可能被一线大厂的一个产品经理的一个趋势 那可能到三五年的时候的话 可能会涨到20到35万这样的一个甚至会更高的一点 就根据你整个的一个部门的一个联中奖水平 因为我们有了解到就有传言像腾讯的王者荣耀的一个产品策划的 有很非常高的一种联中奖 对但如果按普遍的一个水平的话就刚刚我说的就是可能你刚毕业 如果你能够有新进入一线大厂 那会普遍在15到25万这样一个薪资水平 OK明白 所以说其实这个水平的话对于一个毕业生而言 或者是说对于一个毕业三到五年的同学来说 其实这个工资待遇还是省涨的非常快的 对吧 如果说在传统行业的话 可能他的这个薪资的涨幅其实是没这么快的 对吧 OK那么我们今天基本上对杨哥的这个专访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说大家对杨哥感兴趣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向杨哥提问 然后杨哥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瑞哥朋友圈的这个节目录制呢 也带了一些福利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有简历刚毕业 想内推到做产品经理做互联网公司 那么可以关注瑞哥在后台呢把简历发过来 然后呢我们会直接通过杨哥的这个渠道去推荐到他的相应的这个公司和相应的岗位 好吧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 最后杨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好吧 谢谢大家的一个观看 然后也很荣幸来到我们瑞哥朋友圈的一个节目 OKOK行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瑞哥看完整版节目视频